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罢了 雍城可还有其他事 其事倒有一件 百余年前 雍城外的陈苍山出现了石面 奇形怪状的花岗岩大石 石头上刻满了神秘的文字 至今无人能识 这倒是有趣 不如叫州府官员把那怪师找来 朕带着百朝文武共同破谜 全当是为他们消愁 是 臣告退 妙 实在是妙 笔法诡异奇诀 形似传书 内容深奥难测 莫非 才有天意 各位让一让 我得把石骨上的文字都踏一下来 哟 这不是刘兄吗 我前几日还在客栈里读到你提的诗 不想你也来陈苍山冲了呢 我可是受了长安城大虎人家的委托 来解释古之谜 长安城居然还有人对这小山头的传说感兴趣 那可不是 长安繁华就繁华站在气象万千上 哎 你想不想去长安玩一趟 那里白天有来自西域的小贩 凋合着卖发廊壶和抑郁瓜果 晚上呢 你可以在胡锡开酒馆里坐乖花丁巡游 好好好 我来帮你踏验几篇文字 咱们明早就起筹 文物有灵 原来这便是陈苍石谷的记忆 如今放眼望去 田间地头满目疮痍 大唐昔日圣景竟成了一场精雕细琢的梦 启禀皇上 前方传来消息 叛军正准备向雍城大举进返 什么 快点组织文物百官们撤离 是 等一下 这石谷该怎么运走 皇上 他们实在是太沉 根本运不了 您快走吧 沉这就去备马车 不行 不能让他们落入叛军手里 可这不就是块石头 这是历史 从秦到开元盛世 再到如今 石谷要给后人讲过往的渐渐故事 若是丢在这里 祖宗留下的根没了 朕 岂不是要成千古罪人 历史吗 你 去找人把这些石头运的荒野好好掩埋起来 千万不要露出哪怕一丝痕迹 万老爷 醒醒好吧 我和一家无口人和的前修天后背 刚出生的娃娃一天到晚哭个不停 新年都去打仗了 没有人重点 我们两天吃不到粮食 狗官吏 你们怎么忍心帮我哥哥争走打仗 他体弱多病又要照顾全家 快把我哥哥还回来 大人们 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咱们快要赢那些反贼了吧 咱们马上就能重新过上好日子了吧 大人 你说这怪事他的命也挺苦啊 好不容易来世间透了口气 马上又要被土给霉住了 我们活得苦 文物便活得苦 人间的血与泪重新浇注了石骨 唉 您说的可真玄乎 皇上那日所言 让我思考良久 若天意真能让陈仓石骨再现人间 他讲喜 也讲悲 讲春风得意 也讲失魂落魄 自然也会讲风雨飘摇的国 讲种种苦难 这苦难 它有啥好讲的呀 讲给天下听 讲给后人听 说明天下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